肝脏是我们人体主要的代系器官,它在我们身体中所起的作用,主要是去氧化、储存肝糖、分泌性蛋白质的合成等作用,因此,它也被人们称之为人体的将军器官。 所以肝脏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重要的,人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肝脏。 如果我们肝脏出现问题的话,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反应。 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 如果肝有问题的话,身体的哪三个部分会发黑,帮助大家了解肝脏出问题时的身体表现,从而使大家能够了解自己的肝脏情况,及时的采取正确的措施。 如果肝有问题的话身体的哪三个部分会发黑? 一、脸色暴黑,当人们的肝脏出现问题的话,我们的脸就会出现面无血色、暗沉的情况。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肝血不足,脸部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。 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,有一些人爱长痘痘,也是因为肝脏出现了问题,无法正常的帮助人们分解毒素,从而导致这些毒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蔓延。 反映在我们的脸上,导致我们的脸部出现长痘痘,所以当人们出现脸色暴黑的情况的时候,就一定要考虑是否是肝脏出了问题,并及时的采取正确的措施,这样才能够帮助大家远离肝脏疾病。 二、眼圈变黑,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出现了眼睛肝脏、臊痒以及怕光的症状的时候,这就说明我们的体内肝血不足,所以大家一定要采取一些比较好的补肝脏方法来进行调理,这样才能够帮助大家远离这些症状的困扰。 二、而且如果人们的肝脏旺盛的话,还有可能会导致人们出现眼睛发红油火气,甚至发炎,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眼圈变黑,以及失眠多梦的情况,因此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三、指甲变黑,中医里面人类肝脱筋,而我们的指甲就是人体筋的一部分。 所以当我们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,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就会遗留在我们的肝脏当中,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指甲出现变黑的情况,因此大家一定要去及时地进行相关检查,这样才能够帮助大家有效地避免一些肝脏疾病的出现。 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,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,就一定要及时地去进行检查,帮助大家有效地避免肝脏疾病的出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